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樊振东暴冷出局 赛后一席话令人树然起劲 刘国良果然没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樊振东关注国平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樊振东暴冷出局的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视频赛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而我们国平呢 其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所有项目的金牌来完成本年度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再一次南双的比赛当中那么接下 樊振东带领的王储卿组合呢那么这种也是非常遗憾的 输给了更加默契的瑞典组合 最终也是2比3的无缘下一轮那个比赛 那其实这一次那个比赛惨败那么确实对很多球迷来说多少有些意外 毕竟从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 其实樊振东和王储奇呢这样的一个搭档 看起来真的是天下无敌 那基本上就是世界第一和世界前几的一个组合 所以呢其实去面对瑞典这个组合呢 虽然说双方的一个实力 相差悬殊 那其实我们呢 应该来说 那么胜算应该会更大的 结果没有想到呢在整场比赛当中呢 虽然说我们一开始凭借着更强大的一个实力呢 是碾压对手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但是在此之后呢 那么其实瑞典这边不断的去 这个热身之后那么他们在后续的状态呢 反倒是越打越好 并且呢他们的默契也是逐渐上来 所以到后面那么我们这边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去搬动对手 所以最终也是非常遗憾的找到对手的一个搬平比分 甚至最后反超了比分 而我们这边呢也惨败输掉了比赛 其实回顾这场比赛可以发现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输掉比赛呢 不是因为我们实力不行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搭档那个时间太短了 那么王楚清和樊振冬搭档的一起 一起呢其实并没有打过多少场比赛 所以本质上来说那么其实我们相对对方 这一对有10年组合经验的一个默契组合呢 确实是没有办法相比 可能在一些关键球啊在一些失误的处理上面呢 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最终呢才会输掉这一次的比赛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啊这场比赛虽然说非常遗憾的输掉 那么樊振冬也是暴冷淘汰了 但是在赛后采访当中那么樊振冬呢 却并没有受到这一次比赛的影响 并且他在采访当中说了一席话呢 令人非常的肃然起劲 他说啊这场比赛虽然输掉 但是呢之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赛 啊他说不希望被这些比赛啊这场比赛的失恋了给影响到 他说要调整好心态了 去面对接下来所有的个比赛 所以就是啊樊振冬这番话也看得出来他并没有被这一次的惨败的给影响到 而且他还认识到那么自己呢在之后呢 还有更加重要的比赛 所以虽然说这场比赛失利带给很多球迷啊可能会有一些失望的结果 但是对樊振冬来说呢 他很清楚那么自己呢不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啊失望当中 他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去参加备战更重要的比赛 包括在这个啊南达的比赛当中了一定要争取守住我们的上半群 争取帮助我们国平了拿到南单的一块金牌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我们看得出来 樊振冬那个心态确实已经非常的成熟 虽然在此前那么大家觉得说他接过 马龙那个接力棒成本的国平一哥呢 那么是不是够资格是不是太过年轻了 而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刘国梁确实是没有看错 樊振冬虽然说现在年纪比较轻 但是相对于其他比较年轻的一些球员呢 我觉得他在心态上是非常成熟 而且也知道自己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不会停留在那一刻的一个难过的情绪当中 所以能够及时从比赛的一个 整体的状态当中抽离去进行下一场比赛的一个准备的话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 樊振冬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非常期待他能够在南单的比赛当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